當海話說路在台東 神宮的附近 早上有一次 拖廣車 打轎車燒龍 可能是因為路大火路上過的骨失控 也不過吃荷溫 車上有人的手機 有主動清洗荷 主動補案的功能 手機也有定位 所以救護人員很快就關機很強救人囉 早上台東東海話路大火 當時路這麼大 自用小客車來 有兩個人都在裡面 因為撞到後 消防救有接到手機 發出救救信號跟手機的定位 全讓神宮消防分隊 救人隊員隨意廣告現場 家族用小客車來 家族跟另外一個路 像生客救出來 送以後後兩人都給他輕鬆 指班臺的人員 他們跟我們講說 他是手機發出求救訊號 根據手機的定位 因為指揮中心有派遣到定位 我們是一定會去到現場 但我們關西王教說 只要手機有車好整齊 還有開電位系統 車有發生後手機會自動補案 不過以前大部分補案 有可能是民眾不適合到 或是手機落下就補案 不過這次的車好是 帶我們關頭一下 手機自動補案 定位成功救完的案例 即將中華報道